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原子 但是戒电值它不会 那么戒电值呢 它不会因为有电厂的关系 它里头的电子会变成自由电子 不会 不过戒电值受电厂的作用呢 它还是会受到影响 那么这个影响我们可以分两类来看 一类就是有一类的物质 叫做非极性 非极性物质 非极性物质 它的分子结构就是 它有一个正电 正电壳集中在一个很小很小很小的区域 那么这个分布我们可以视为是球状的对称分布 那么它另外有同等的负电荷 同等的电子就分布在它的周围 分布在它的周围 这个是比如说有N个负电 这里有N个正电荷 但是它们呢 都是球状的对称 如果是球状对称的分布电荷 我们从高斯定律可以知道啊 它的 你要求它的电厂 在它分布的区域以外的地方要求这个电厂 我们可以当作这个电荷 全部的电荷集中在球心 把它当作点电荷来看待 负电也是一样 因为它的分布啊 是球状对称 所以在外面一点呢 也可以当作是这些电荷都集中在球心 我们把它当作点电荷来看待 那么这两个相等 而符号相反的电荷 全部集中在球心的话 那么在外面一点就看成说这不带电 因为正电跟负电综合了 于是啊 在外面呢 任何一点你都不感受到有电场 但是 当我们把这个分子放到外加电厂以后啊 External Electric Field 正电荷就对这个 正电荷被电厂推向那一边 负电荷就被电厂推向这一边 于是啊 于是啊 这两个电荷的中心呢 就被推开了 那么我们可以看成 正电荷的中心在这里 中心在这里 那负电荷的中心呢 被推开了一点 被推开了一点 OK 那就说 它受力嘛 它受力嘛 它受力朝这一边嘛 F等于N1plus乘1嘛 那这个F呢 就受F等于负的N1乘上1 好 一分开以后啊 那正电荷跟负电荷就形成一个Electric Dipo 电偶极 那今天电偶极的话呢 它就会有一个偶极矩 偶极矩就会对外面产生电厂 那因此我们说 这个物质啊 被外加电厂极化了 就说 它被Polarized 被极化了 OK 好 这个是非极性物质 另外有一种啊 叫做极性物质 极性物质就是它本身 这个分子的本身 它的带电就不是球状对称 本身就已经是有两个极 好像什么 好像我们的 我们最熟悉的水分子 水分子啊 它的分子是这样子 H2O 它不是这边一个氢 这边一个氢呢 它不是 它是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分布 因此呢 正电在这边 负电在这边 它本身就是一个电偶极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画成这个样子 本身就是一个电偶极 不过呢 它起初啊 没有外加电厂 没有外加电厂的时候啊 它各分子的排列 并不是很整齐 它的这个 说一个 很凌乱的一种排列法 很凌乱的排列法呢 虽然它有电偶极 可是在外面呢 这是完全的凌乱 所以在外面呢 它每一个分子 每一个电偶极在外头产生的电厂啊 那么 几乎都抵消了啊 所以呢 它也 好像不带电 但是我们一旦把这个分子 摆在外加电厂里头以后 好 外加电厂里头以后 好 这个外加电厂 就推这个电偶极 我们上次讲过啊 电偶极被电厂一推就会旋转 把它的Electric Dipo Moment 顺度电厂这个方向排列 于是啊 它就变成这个样子 好 它就变成排列整齐的分子啊 那每一个都有电偶极 都有偶极矩啊 因此呢 它在外面 它的分布 电汉分布区域 外头任何一点 它都会产生电厂 那因此我们说 哎 本来不带电了 后来因为外加电厂 它变成带电了 那么我们称 这个现象 这个跟这个 我们都叫做 Polarized 我们说 这些分子啊 都被极化了 被极化了 OK 好 这个作用 我们称它叫做 极化作用 Polarization Polarization 叫做极化作用 好 那么 我们 呃 这两种当然不一样 这种的极化 跟温度无关 因为它是跟它的 呃 本来是这个样子的 正负电被拉开了 好 可是这个跟温度有关 因为它本来是凌乱的 有了外加电厂以后 就把它排列整齐 排列整齐 它才会有电厂 你整齐度越多 越大 就是单位体积 排列整齐的电偶极举越多 这边的电厂就越大 如果越少的话 就电厂越小 因此这种的 极化跟温度有关 你温度越高啊 它极化的程度就越差 因为温度高的话 会让分子产生震荡 震动 这个震动会破坏它的整齐度 但是我们现在目前呢 我们先不管是这种还是这种 总而言之我们说 一个分子被极化以后呢 它就会变成这样子的 它也很多原子分子啊 也是排列整齐啊 这也是排列整齐啊 好 那么 一个物质被极化以后 它的效应就是这样子 我们随便拿一个物体来看 我们拿一个纸屑好了 这个以前我们做小朋友的时候啊 都玩过啊 我们拿那个纸屑把它撕成小小的碎片 这纸屑成小纸屑很小的碎片 然后呢拿米达尺啊 在身上拼命摩擦 摩擦以后把那个尺放在这个纸屑的上头啊 纸屑会动啊 会吸引它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那我们就看 假如它被极化了 那么它会 米达尺摆在它的附近 它会有电厂 它会有电厂 这是它的电力线 电力线 一旦有电厂以后啊 它里头的分子就被外加电厂了 作用就变成 就开始极化 它就顺着这个排列整齐 为了时间 接着时间我们只画两个 其实都有了 这个负电厂这个阵 这个负这个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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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外加电厂是这个方向 External Field 好 于是我们就看 这里头都有啊 我是没有画 它极化的效果是怎么样呢 就让这个紫屑 外面边缘 这个紫屑的外缘 有正电荷 内靠近这一边呢 有负电荷 而紫屑的内部呢 有一个负就一个阵 一个负一个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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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正好中和了 就是说内部啊 它的电量可视为零 但是表面呢 这两个表面有正电负电 于是啊 负电就会受电厂的作用 朝这边受力 正电受电厂的作用 就朝这边受力 这就是米达尺摆到这边的时候啊 负电受力 这个距离比较近 距离米达尺比较近 这个比较远 所以这个静电力 比这个静电力大 所以呢 这个紫屑就会受米达尺的吸引力 而动了 米达尺晃一晃呢 这个紫屑也跟着动一动 这是我们看的很平常的事 有时候我们小朋友那个时候 不像你们现在 好多电动玩具 我们那时候没有东西玩 不是玩泥巴 就是玩什么 那么下课无聊 就是玩这个 有时候会把米达尺摸一摸 然后在前面那个女生的头发上面 附近摆一下 那头发会被吸引起来 那就心中就很快乐 那个 那么头发也是一种界电子 它也是被激化以后呢 会产生这个效果 好 现在啊 我们就不仔细谈了 我本来要仔细去讲这个 激化作用 这个站的时间太长 我们就简短的来看 我们说界电子的效应 界电子的效应 我们拿两个平行板电容器的几板来看 假电子是一个平行板 两个平行板 我们让这一边呢 带正电荷 这边带负电荷 像这种电荷 它是激化电荷 激化电荷不能随便动的 它了不起就是正电负电拉开 或者是翻个跟斗 像这个就是翻个跟斗 它的活动范围是有限制的 那么这种的电荷呢 我们通常用这样的一个来表示 符号 Sigma就是表面上的表面激化电荷密度 B就是代表Bounded Bounded the charge Surface charge density Bounded的就是说它被束缚了 不可以随便跑 Bounded的 有的书上面是写成induced 你们那本书好像是写成induced 也有的书上是写成polarized charge 都一样的东西 OK 那么如果是指体积电荷密度呢 它就是这个 Row P 如果是指电荷 总电量 那么就是QB 极化总电荷 那么相对于这个 我们以前讲的那些电荷 叫做自由电荷 自由电荷 那么它可以电厂 作用在它身上 它可以受力 可以远着力的方向移动的 那么那个电荷呢 我们就用这个符号来表示 Free charge Surface charge density Free charge Free charge Volume charge density 或者是说 Free charge 用这个来代表 现在我们看 一个电容器上面带电 我们上次说电容 是等于两个 极板上所带的电荷 被电压来除 那那个电荷是指什么电荷 是指极化电荷呢 还是指自由电荷啊 很简单的问题嘛 它是什么 导体 它是导体的平板 导体上的电荷是什么电荷 自由电荷 对不对 自由电荷 好 我们假定这个带自由电荷 正值这个带相等的自由电荷的负值 然后我们在这里啊 用一个仪器来量它的电压 我们用V0来表示 V0来表示 那么它的电容呢 就是用C0来表示 好 如果我们把这个当中 本来是真空的 或者是空气的 一个绝缘 我们改成是有 是用绝缘体来绝缘的 我们改成现在 用某一种绝缘体来绝缘 某一种绝缘体 我在这里画一个 绝缘体 绝缘体就是界电值了 界电值 你这个电荷还是存在 电荷我们还是假定 这里是positive QF 就是minus QF 这边带负电 那么这个当中的电厂 就会让这个东西极化 极化以后呢 它这边呢 就带负电 这边就带正电 这个是极化 这个总电量 我们假定是QB 负QB 这是负QB 这个是正QB 好 会有这个结果 那你现在再量 它的电压以后 你发现这个 电压变成V 它的C 它的电容变成C 我们量测的结果 我们知道 V0 大于V 我们量出来的结果 就是说 你这个当中 用界电值的话 这个电压会下降 电荷保持定值 这个时候的电压会下降 好 那么我们看 这个C0呢 原来是等于 ε0A over D 这个是A 这个中间的距离是D 那这个C呢 C我们发现了 C 我们先用这个好了 我们先用这个 QF over V 好了 这个是QF over V 我们就发现了 C 要大于C0 因为 电量是一样 那你的电压 分母的电压比较小 那么这个分数就比较大 C呢 大于C0 C大于C0的话 我们就link C比上C0 等于kappa 是希腊字母kappa 这是一个常数 那么kappa 称为 这个界电值 这个界电值的界电常数 它叫做 Bielectric constant Bielectric constant 好 那么 它也比它大 那 我们说这个 这个 这个是大于1的 这个是大于1的东西 好 那么 C 它就等于kappa C0 而C0呢 是Y0 A over B 所以 我们这里加一个1好了 因为讲来讲 磁学 还有一个 kappa 我们称为 电 界电常数 界电常数 那么我们就发现 一个电容器 它的电容 用真空绝缘的时候 是C0 那么 换成某一种界电值 它的界电常数 是kappa 1的时候 那么 它的电容呢 就变成这样子 那就是 凡是有 Y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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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地方 你就乘上一个 kappa 1就对了 以后 我们遇到很多电容器 都是这样子 你就这么做 比如说我们这个 同轴 和同心 圆 同心球 电容器 它原来是这样子 如果 我现在用某一种 界电值的话呢 它的电容器 就变成 kappa C0 它是变成 4 π 有 Y0 的地方 你就乘上一个 kappa 1 R A RB RB 减 RA 同轴 圆柱体的 电容器 也是这样子 做 OK 好 那么 这个是 界电值的效应 因为这个 负电跟正电在一起 好像把 把总电荷 抵伤了一部分 于是使得 这个电压降低 好 现在我们来看 界电值里头的 高斯定律 界电值内的高斯定律 我们仍然是用平行板电容器来作为例子 我们画一个比较大一点的电容器 它的脊板 这个脊板呢 我们画厚一点 这个带 这个带 正QF 这个带 负QF 这样子的 等量的负电 我们是使用高斯定律 本来这个 我们以前是用无限大带电平面来 那个结果来算它 你如果要用高斯定律的话 严格说起来 它不可以用 因为它的 脊板 在电容器来说 脊板是固定的 有一定的范围 不是无限大 不能用 不是无限大 它就没有对称的关系 但是我们上次讲过 因为这个当中的距离非常小 所以你可以妈妈呼呼把这两个 基板当成是无限大 把它视为无限大 知道吧 视为无限大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用高斯定律 这个高斯定律呢 我们现在做一个高斯面 做一个高斯面 做一个长方形的盒子 长方形的盒子 这个面积是A了 长方形的盒子 那么我们apply高斯定律 e.da要被qenclosed over y0 好 那么这个呢 因为高斯面坐在这里 高斯面坐这里 那么电场 我们当做它无限大 当做无限大的话 它的电场就是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 而且呢 是均匀相等的 均匀 所以电场的大小都相等 方向就是跟面垂直 因此这个左边 我们就可以写成1乘上A 1乘上这个面积 1乘上这个面积 OK 乘上这个面积 好 那么 右边呢 右边的enclosed qenclosed 它就等于 qf over y0 所以啊 我们说这个时候的电场 它就等于qa over y0 其实这个就是sigmaf over y0 这个电场 这个是没有界电值的时候 好 现在我们把界电值 填到里头去 作为它的绝缘物质 那这个几百 我们重划一个 好 这里还是有 positive charge 正的qf minus charge 负的qf 但是这个当中啊 我们有绝缘体 放在这个里头 绝缘体放在里头 那么 它的界电常数是kappa1 假定是kappa1 好 这个时候啊 这个绝缘体 受这个电荷产生的电场的作用 就极化了 极化以后啊 它会在这个上面 在这一面 产生 负qb 在这个地方 产生 正的qb 好 这个时候我们要看看这个当中的电场是什么呢 我们就可以做高丝面 还是要把这个几板当作是无限大的 无限大的平面 这个时候我们做一个长方形的扁扁的盒子 作为高丝面 好 这个时候啊 它的电场呢 就是1 这个时候电场是1 那我们apply Gauss law 电场 .da 要等于qnclosed over y0 那么这个这边呢 积分还是一样 就是说这个上面的电场啊 都是常数 都一样大 所以就变成1 好 乘上a 好 要等于 y0 qnclosed 这个高丝面里头现在所包含的电量 除了qf之外 还有负qb 对不对 所以它就是qf 减qb qf减qb 好 那么现在它的电场呢 就变成qf 就变成qf 减qb b over y0 好 现在 我们 从 从 前面这个效果 我们知道 v小于v0 1也小于v0 1也小于v0 OK 那么 我们知道 10 是等于v0 over d 所以是距离 因为电场是等于v的限积分嘛 v的 不是 电压是等于1的限积分 它是常数嘛 所以ed就等于v0 那么 1呢 当然它就等于v over d 那我们这里 都知道 c比上c0 是等于kappa 那么 v v0 比上v 要等于10 要等于10 比上v0 好 我写错了 1 写上1 好 这个要等于kappa OK 有界电值的话 电压 电压跟 电压跟电厂都减少一个量 有这个结果 好 现在我们就看 这个sigma b跟sigma f到底有什么关系 就你极化了 极化电荷跟原来极化 它产生极化电厂的电压有什么关系呢 好 那么我们就从这个地方来看 好 1等于这个 1 是等于sigma f 我们先写qb好了 先写qb 不要两个都算 最后再来 把结果写上去就好了 好 1要等于什么 1要等于kappa分之10 好 10等于什么呢 10是这个 我这里 这里要写 写0 这里加个0 10 就是它当中是真空的时候 那它就等于qf kappa epsilon a 等于这个 好 那我们这两边相等 我们就可以求出 qqb它是等于qf1减kappa分之1 同样的道理 我们可以说 sigma b 是等于sigma f 1减kappa1 这是1 OK 那么可见的 极化电荷 要比原来极化它的电荷 要来的小 因为kappa1是大于1的东西 你现在1减了一个 小于1的数目 就小于1了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知道 qb小于qf sigma b小于sigma f 有这个结果 好 那现在我们就 把这个刀丝定律 我们重写一下 那就是在借电值里头的 高斯定律 高斯定律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这样子 e.da 要等于什么 qn close 是这个 qf 减qb over ε0 好 这个 我们写一个en close 就是 高斯面里头 所包含的 自由电荷 减掉 它的 极化电荷 即化电荷 好 那么 qb qf 减qb qf减qb 是等于kappa分之 qf 对不对 等于 不是等于这个 kappa分之 qf 好 这里本来就有一个 0 这里 有一个0 ok 就是这样子 好 这个qf呢 是en close en close 你看 它跟 这个 真空的时候 有什么不一样啊 有什么不一样啊 就是分母 多了一个kappa 你们的这个 课本呢 跟别人稍微不太一样 你们的课本是把这个都乘过来 你把这个 你把这个 y0 乘过来 这边只留一个qn close 其实都 我们知道都一样的东西嘛 变成这样子的 那就是说 在有 真有 有界电值的时候 你这一边 这个地方 要用qf 不是用这个 这个 qn close 的是 这两个都算 两个都算 但是 你在 有界电值的时候 这个只算qf qb不管它了 不过你这里要加一个kappa 有时候呢 我们把这个写成 y分之1 好 这个y就等于 kappa1 kappa1 y分之1 y分之1 kappa1 那这个 我们称它叫做 电容率 电容率 那这个叫做 相对电容率 又叫做界电常数 这是真空的电容率 那所以啊 我们 以后 你就记得 在 界电值里头的高式定律呢 它的右端呢 把分母 y0 变成 y 或者是kappa y0 但是 分子 只留 qf 那么这个就是 我们在 界电值 内的 高式定律 有时候啊 我们可以把 kappa 乘过来 我们把 kappa 乘过来 我们把这个 y0 全部 乘过来 我们把这个东西 把它 用一个 这样字母 来替代 它就等于 qf enclosed 那么这个d呢 就是等于这个 这个是 叫做 电位仪 你们书上 好像没有提到 没有提到 但是有的书会提到它 有的课本会提到它 那么 我们说 这个里头的d 它就等于 它就等于 kappa 1 epsilon 0 它 乘上1 它又等于 epsilon 乘1 那这个d呢 那这个d呢 称为 电位仪 电位仪 是一个向量 它叫 electric electric displacement electric displacement electric displacement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以后你们大概只会用到电容器 几个电容器的 如果 有这么一个题目 你们书上会有这么一个题目 我随便画一个 然后这个 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区域分成这样子 这个基板是a 我们不要讲这个基板 这就是平行板电容器 不过它当中呢 有kappa1 kappa2 kappa3 这三种的界电值 现在要问你 这个电容器的总电容是什么 这时候你可以把这个电容器看成是 这一个电容器 两个三个 这两个先串联 如果 如果是这样 弄的话 这两个呢 先并联 并联以后再跟这个串联 然后求它的 总的这个电容 好 你们CT上大概就会做这些 我们简单的介绍 不过我现在在收尾的时候 再提醒各位一下 提醒各位一下 我们前面所推导的这些式子 要千万要注意 我们提到过一种方法 就是vab要等于1.ds from a to b 然后呢 我们得出来是va减vb了 这个其实是va减vb 那我们可以设定 对不对 设定无穷远的地方 电位等于0 然后有限远的地方 电位是多少 我们做过三个题目 两个题目这样 对不对 有第三个例题是 无限长的圆柱体 这个时候 可不可以设无限远的地方 电位等于0啊 不可以了 因为你设这样的话 有限远的地方 它的电位都是无穷大 对不对 所以我说过 这个时候要设定什么 随便设定一个位置 让它的电位等于0 就是说 电荷 是有限分布的区域 分布在有限的区域 你可以设定无限远的地方 电位等于0 如果电荷分布的区域 是无穷大的话 就不可以这么设定 对不对 记住这个 有没有讲过这个 那么 我们当中 如果有好几种的区域的话 我们是用电位的连续性 电位的连续性 这两个区域交界的地方 这个电位可以用这边算 也可以用这边的函数来算 叫电位的连续性 所以我们有时候这个 有时候这个V可以直接就用这样子算法 E dot ds from r to infinity 但是这个方法 我告诉各位 仅限于什么 电荷是分布在有限的区域 因为它这个意思就是在无穷远的地方 电位等于0 有这个意思在里面 仅限于电荷分布于有限的区域 要写一下 仅适用于有限区域 如果电荷分布在无限区域 不能这么做 不可以一口气做起来 因为这个从r到无穷远 当中有好多个区域的1不一样 能做 还有一个 这个式子 你也如果是电荷 有限分布才可以用 如果电荷是无限分布 也不可以用 我一起写到这里好了 v要等于4πε0r 这两个都只能用在电荷层 分布在有限的区域 如果说一根无限长的线上面 有Lamina的电荷密度 就是电荷分布的很均匀 能不能用这个式子算 无限长可不可以用这个算 不可以 你算你就知道了 会有问题 但是如果这个线是有限长就可以用 要千万注意 另外就是提到一个等位面 如果一个surface上面的电位都相等 我们从这个surface叫做equipotential surface 像导体的表面 就是等位面 点电荷在R远处形成的电位 你画一个球面是R 这个球面上的电位都相等 这也是等电位 等位面 有一个特性 它跟电场处处垂直 等位面跟电场处处垂直 要记住 要记住 比如说我们一个点电荷 它的等位面是这样子 它的电场是 等位面是这样子的 等位面是这样子的 但是它的电力线是这样子的 电力线 辐射出来的 处处都垂直 你可以回去证明一下 你自己证明 以前我教的时候有考过 证明 电场 就是等位面处处于等位线 垂直 这很简单 你从VA-VB等于E.DS积分 VAVB同在一个面上面 你就可以证明说 这个E要跟DS垂直 不过你里头要稍微的说明一下 静电学我们就到此 吧 谢谢大家